除了替迪士尼年度大片 《花木蘭》 擔任幕後配音工作 Coco更演唱了 《花木蘭》的中文版電影 主題曲《自己》 而這首歌的MTV 也於日前拍攝完成 既然是迪士尼的年度大片 主題曲的MTV 當然也得要氣勢磅礡 光是搭景就花了150萬元 這邊布景都非常非常的昂貴 非常的貴 聽說有上150萬 其中一個就是看到 後面這個畫 這個叫什麼畫 這個叫山水畫 然後後面有一個更誇張 非常非常漂亮的 下一個瀑布 然後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好像去了一個荒山野嶺的那種感覺 但是站在正面 中國氣息濃厚的桃花山水畫前 以及造家昂貴極可亂真的 山水造景前拍攝MTV Coco卻還是一頭金髮 一身Fashion性感的造型 十足的現代感 但是Coco覺得這正好代表了 它中西兼容的外表和內在 並不衝突 今天的布景 全部都是非常的中國 譬如說有這個山水畫 然後有那個後面的瀑布 都是感覺非常的中國味 非常傳統味道 但是我的打扮還是 不是很中國也不是很傳統的味道 因為其實還是要保留Coco自己的一個感覺 主要就是我唱花木蘭 那我是他們的代表人 但是呢這首歌還是一個非常現代的歌曲 而除了主題曲自己唱的是Coco自己的真感情之外 至少已經看了花木蘭有八次以上的Coco 更是強調自己和花木蘭有很多的相同處 我覺得花木蘭呢她是一個極有內涵 而且非常非常聰明有智慧的一個女生 那另外呢她是一個很活潑很好動的女生 也是一個非常孝順很孝順父母的一個女生 那我覺得我跟她有什麼相似的地方啊 其實譬如說我從小也是一個非常好動的啊 蹦蹦跳跳亂跳來去啊 亂跳跳來來來那種啊 所以呢可能這方面比較像吧 那我覺得如果我也可以去為我媽咪做這樣的事情 我也一定會這樣做